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告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少了答片和制证环节 让这个官司赢得格外轻松 被告没有道题也没有提出抗辩意见 所以看出被告的法制观点非常淡薄 并且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 他一定以为只要自己不出庭 法院就拿自己没办法 只要自己不接招 原告就没法追究他的责任 法院的判决结果表明被告完全想错了 到最后自己的主张很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无法像预料的那样胜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